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村提出 希望可以亲自为珍惜拍摄一组国体写真照片 以此将爱妻最美的一面保留下来 并且许诺会找一位年轻帅气的男模和他一起拍摄写真照片 珍惜的内心波澜万分 但是为了满足丈夫的愿望 还是勉强答应了下来 田村选定了自己最信任的下属近藤 希望由他来担任男模代替自己 过了一周 田村约好摄影棚 按照预定位两人开始拍照 刚开始的两人还有点羞涩 但没多久就介入佳境 这让田村得到了十分满意的素材 而很久都没有运动过的珍惜 由于在这次拍摄过程中受到了近藤的影响 身体竟莫名变得湿润了起来 而后 近藤因为田村要求 独自上门拜访珍惜 近藤直言 因为之前的拍摄 自己一直对珍惜念念不忘 而珍惜看起来也对自己产生了一些慕名的冲动 所以 这次前来 是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珍惜 珍惜花容失色 想要拒绝 但还是因为体力不支 被年轻力壮的近藤 强行按在沙发上 深入交流了一个下午 由于和别的男人发生了越轨事件 珍惜觉得很对不起丈夫 整天心事重重 而丈夫却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 让珍惜不要担心 就把近藤当作自己的分身 并强力要求爱奇再一次和近藤拍摄写真 珍惜的内心很是纠结 觉得这种背叛丈夫的事情不能再做了 可是在本能的驱使下 珍惜居然再一次同意了丈夫的无理要求 没过多久 三人又开始了第二轮拍摄 拍摄过程中 田村故意借口离开 为两人创造运动机会 珍惜仅存不多的理智 在这种不合理的高强度运动中逐渐崩溃 接下来的几天 已经完全沉浸在快乐之中的珍惜和近藤 总是在田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见面 在运动时 近藤就像是自己年轻时的丈夫一样 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满足空虚的珍惜 逐渐让她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 每月的拍摄如期而至 三人轻车熟路地为摄影做好了准备 田村看着珍惜在运动中不由自主露出如此幸福满足的神情 当下就暗暗决定 哪怕自己头上长满绿草 也要以这样的方式继续深爱着自己的妻子